农历年前夕吉安乡公所也汇集了各界善心分装了262份的物资 让乡境内弱势家庭还有儿少来临去 1月14号发放的是包括有开林工、农粮署东西分署 以及央月美帝度假酒店所捐赠的米还有凶果物资 乡长游淑珍感谢各界捐助 让更多家庭可以温暖过去年 农历年前夕各大企业社团甚至于是个人都慷慨捐助 转由乡镇市公所代为发送给境内的弱势家庭 吉安乡公所14号上午汇集包括开林工、农粮署东西分署 以及央月美帝度假酒店所捐赠的米和生活物资 分装成262份 让弱势家庭和儿少前来领取 谢谢中央农粮署以及在地的企业央月美帝 开启新年前弱势关怀家户的工作 尤其在我们的央月美帝 有非常多有机生鲜 而且在地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来分送给我们弱势的家户跟乡亲 开启今年兔年的一个温馨跟关怀 谢谢非常多的社团以及宫庙 在年节前溢注的这样的温馨 首先要代表我们的乡亲 一并的感谢大家 在分发的同时也感受到暖暖吉安的幸福 跟大家人的情意 央月美帝度假酒店董事长以纯酬表示 把园区弃作的有机产品送给乡亲 也是要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央月美帝是在我们的干城村 有吉安乡 那我们已经在这里三十六年了 那跟乡亲都有一份感情 那也知道说我们吉安乡 不管是干城村或是各项都有很多 比较在生活上有时候需要给他们一些支持 所以我想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公司提拨一些 能够给他们在过年的时间 小小的一个关怀 这是所谓社会企业责任的一份心意 岁末年中世纪各界爱心不断涌入 相公所表示 会尽快把物资分送给有需要的家庭 让大家能够温暖过新年 介入会节安乡报道